有一位马大姐 她本是个大闲人 两不丁啊 没了工作 她好像是丢了灰 这岁数 在就业 学技术没有问题 不甘心从此写菜 成天就过玩瓢盆 有一位马大姐 她可真是个大忙人 东就长 西就短 专帮人解难听 饥饿如愁 不计得失 满江热情 提前退休 心不下岗 人生在拨击花 哎呦 妈 你吓我一大跳 大白天的 您拉什么窗帘啊 可以点思维其中 你懂他呀 我们作家 写作的时候都得习惯 得其话 自从您当上了这陈报的通讯员 这文章是一篇尾箱着发表 这毛病可见着 您这是写新闻杆的 我看着怎么像写非法出版物 让我看看 谁写非法出版物了 谁文章没发表啊 真算 哎 上次你刘奶奶总丢了 那报纸上的寻人启示 谁写的 那个能叫文章吗 那个能叫发表吗 再说您发表那文章 不单一分钱稿费不拿 您不给人钱 人还不给你登呢是吧 你先看看这篇 看得懂吗你 我是看不懂 除了白字就是并句 说那陈报的编你什么眼神啊 怎么就让您当了通讯员呢 那还不是因为他是我老同 他会也是英雄啊 哎你别走啊 我这篇通讯写的怎么样 你不说说啊 呃 编的不错 跟你叫你一样 不错吧 哎哎怎么是编的呢 我这是有一写一 有二写二啊 什么时候下编过 您上回写的那个 国家出台政策允许生第二胎 还有什么一年期存款 银行将不再支付利息 啊对对对对对 那不属于瞎编 严格来讲应该属于谣言 那那个 这篇可不一样啊 这写的都是真人真事啊 咱们前楼那王刚知道吧 咱们这篇有名的访爬英雄 截止到今年上半年 他一共抓获了小偷 二十一点五名呢 咱们二十一还点五啊 小偷还有半个呢 那大人是个摇犯的 连头带片的 你知道为什么他抓小偷 一抓一个准吗 他有这方面的天赋 他原来自个儿就是一倒截犯 怪不得那么会抓小偷呢 原来是九病成一 不可能吧 妈 您别有胡编乱造 你反弹英雄 怎么会是小偷呢 要不是咱们那片警小李 亲口告诉我的 我也不能相信呢 你说 这篇文章算不算篇好新闻 好是好 就怕人家王刚不乐意 他有什么不乐意的 我这给他义务做宣传 免费打广告 您想啊 这王刚是反弹英雄 这事您宣传的当然乐意了 可他以前是一个小偷 这个地儿您要是给抖了出去 那人家能乐意吗 不乐意 不乐意怎么着啊 反正我写的都是事实 真是 我又没给他造谣 事实求是吗 那您的题目总得改改吧 什么叫好青年 原来是个盗窃犯啊 那这怎么听 怎么就觉得 像一个盗窃犯 他化妆成一好青年似的 那王刚不早就改过自新了吗 我觉得您的题目啊 应该改成 从盗窃犯到反弹英雄 好好好 我就按你说的改 新闻新闻 发了 发了 怎么回事啊 长江又发大水呢 什么呀 为了迎接五十年大庆啊 那长江大敌修的牢固执呢 发什么大水呀 那发什么的 发表了 有这好事 发表了 怎么办 发的是手表还是闹钟啊 什么手表闹钟啊 你写那篇稿子发表了 啊 一个礼拜了 我琢磨着 该把早退回来了 没想到 阿家扶你妈一把 我妈 发这通讯不至于的 早不至于的呀 我都是四十六了 这可是我的厨女做 还是老厨女 我看我看 第一版怎么没有啊 就您的文章还打算发头版呢 头版都让法轮功占了 这工工真够缺德的 这第二版怎么也没有啊 这第二版不都让女足给占了吗 这女足也够缺缺钱的 这够赞助他们点 这第三版也没有啊 你看 你那文章在第二十八版呢 不够一版啊 还最后一条呢 仔细看 带上老花镜 我看见了 这儿的这儿的这儿的 我记得我写了五千字啊 怎么剩的不到五百字了 这个胡度编辑 也不写个委员单序 爸 你别委员单序 到此为止了 您那篇文章啊 废话太多 让人给删成五百次了 不删了 你看我写的这块 这不是王刚兄弟吗 名人 来坐坐坐 最近怎么样啊 又抓了不少小偷吧 小偷还用我去抓呀 现在都成群接队的 找到我门上来了 什么 他们还敢打击报复 怎么着 没有 他们都是找我拜师学艺的 这就好 好像不丽头 我听孟主任说 您的大名叫马小燕 这不会是真的吧 没错 我就叫马小燕 这么说 这个本报特约通讯员 就是您呢 我想起来了 你当晚还真有点事 我上天也要迟到了 你们都着什么急呀 真是 小小的一篇文章 还老叫您登门直写 谁欠你了 我找你算账他 你写这篇文章 你经过我同意了吗 小玩啊 我跟你写文章 是替你义务宣传呢 还真不乐意 义务宣传 我用不着 你知道什么态度啊你 我写文章给你义务宣传 你还不知好歹 我一个通讯员 写篇通信报道 还得经过你批准同意啊 你说对了 您要写我就得经过我同意 那那么些报纸 写那克林顿的性丑文 都经过克林顿同意了 我也没有性丑 你这叫侵犯我名誉权 你懂吗 那 那你这叫侵犯我的 爸爸自由 那叫言论自由 你看 自个都承认了吧 哎 你 你 我走了 我真理在握 我一没造谣 二没诽谤 我是村永元的节目 实话实说 那你 你敢说你早先没偷过东西 你敢说你后来没进过监狱 你敢说 别说了 我现在就上法院去告你去 你就在家等船票啊你 妈 你看您劝您您不听 这回麻烦了吧 我还真不信这个 我写都是事实 我怕谁啊 咱们人民法院 什么时候 也不能让咱说真话的人吃亏 被告 未经同意 擅自在报纸上 发布他人隐私 以构成对原告民意权的侵犯 根据民法通则第一百零一条规定 案件如下 判令被告马晓燕 向原告王刚 公开 赔礼道歉 什么什么 我向他道歉 王冯同志 您可能没弄明白 请肃静 赔偿原告精神损失费 四百八十元 四百八十元 我鲁共拿到费才八十块钱 本案诉讼费八十元 由被告负担 什么 可是他告我 还得我花钱 如果原告被告不服本判决 可在本判决送达之日起 十五日内 向上一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现在休停 请审判长 审判员退庭 我不服 我要上诉 可以上诉 什么什么 你还要上诉 真是个人先高壮啊 这礼拜里我赔了五百多块钱 还得给你赔礼刀欠 你还有什么可上诉 我当然要上诉 判得太轻了 就是你这篇破文章 可把我害苦了 你害得我工作也没了 对象也跟我吹了 连家里我都住不下去了 自大我从全家出来以后 我都搬了八回家 我好不容易在这一趟 我安顿下来 我白天我努力地去工作 业余时间我就狠抓小偷 我是想重新做人呢 可 可不管我搬到哪 总有坏人接我的老底 让我下水里 坏人也太可恶了 你这不是说我吗 他 王刚兄弟 不哭了啊 大姐不上诉 说什么 我这就回过 我给你磕个头行吗 晚了 那你说 让我怎么办 大姐给你办去 还能怎么办呢 我工作也丢了 人家知道我这个小时候 到哪儿人都不敢顾我 本来要打算结婚呢 这下都到省了 对象也跟我吹了 我都快32的人了 我找个对象不容易 怎么不容易啊 他给你吹了是吧 正好 这记成对象啊 可是你马大姐的看家就是活 再让你记成一更好的 让他后悔去了 后悔的不是人家 后悔的是我 不是 什么的是吧 那也没关系 明儿啊 我就把他给约了 保证说的他 违心转意 工作的事儿呢 你也别着急 我找你门岛说了 我现在去 别走啊 还没签字呢 是小孙姑娘 来多会儿了 刚到 您是 哎哟 这姑娘长得真水灵 哎 怪不得王刚老在我面前夸你呢 真漂亮 跟我年轻的时候长得一个模样 我将来就找您这 您刚才说 王刚 您是 我姓马 人称马大姐 您就是这篇文章的作者 谢谢您 马大姐 是您让我认清了王刚的真面目 我要跟他 断交 决裂 一刀两断 您看看 这都是他给我写的情书 他就是用这些天原蜜语 敲开了我上去的心扉 我今天要当面全都交给他 对 咱都还给他 一封咱都不留 他人呢 怎么还没来 他来不了了 今天早晨呢 他被公关局给请去了 他又犯事了 他会被判刑吗 爱判不判 跟我也没关系 他还真没犯事 公关局啊 办了一个反爬知识讲座 请他去主讲 那太好 反正跟我也没关系 小孙姑娘 你还要在这等他吗 要不这么着吧 你把这信交给我 反正我也有几封信 要转交给他呢 一块 谁有信 是谁写的呀 自从这文章发表以后 我们家就没笑听过 老有那小女孩啊 给我写情书 小女孩 给您写情书 是 说是啊 要把这情书啊 亲自交给王刚 这不 今儿早上收拾好几封 你说现在这年轻人啊 都怎么想的 你说 一个老改犯 倒成了抢手货了 感情现在都新找 刑满释放的 哎呦 他有什么好的呀 不就是多抓了几个小偷 帮着公安局破了几个答案 哎呦 喝着信呢 写的那叫算呢 那叫一个肉麻 这不太好吧 哎呀 没关系 没关系 反正你们已经一刀挡断了 改革开放二十年以来 我国客挑战线取得了分手的疼务 在这大好形势下 本人却放松了世界观的改造 你们法治观念淡薄 擅自散布他人隐私 给王刚存在这一刀 哎哎哎哎 错了错了 这是我闺女帮我写那回过 这几封才是情书呢 你看这方 这姑娘啊叫王爱佳 写的五篇啊 哎哎哎这姑娘 哎哎哎叫那个杜玉飞写的八篇呢 这还有姑娘哎叫刘伟玉梅 这个不是个姑娘 是一个香港同胞 是一个中年丧好的 他在报纸上看了王刚的世界 哎呦感动哦感动哦 不要约他见一面 哎呦不要见 香港同胞都知道王刚了 哎呦要不怎么说 这陈宝的发心狼大呢 所以你要跟王刚一刀两断 我赞成 你想啊 他现在是名人了 每天有那么些女孩子给他写信写信 他能不忘乎所以吗 不瞒你说 这会儿啊 他正在家里忙着给他们回信呢 连跟你约会都不来 还跟我骗你啊 说上什么公安局讲座去了 所以咱要先下手为强 站他还没甩你 咱先把他甩了 嗯 不行 这还没怎么着呢 就想把我给甩了 休想 我得找他去 哎呦 你不说跟他一刀两断了吗 怎么又改主意了 年轻人可不能再冲动 好不好 王师傅 这边 这边 麻烦您了 没事 这门 哦 最近就不知道怎么了 老板要是辣家里 这都第三回了 没事 交给我了 那什么王师傅 要不然您先干着 行 我有点急诚的 是你办 这不是王刚兄弟吗 干嘛呢 在这 这我忙着呢 你臭锁了 这可不行了 没事 我不累 放下 放下 放下干嘛呀 人家让我翘 人家让你翘你就翘 人家让你杀人你也杀 我知道 是大姐不好 大姐害了你丢了工作 可是咱们再苦再难 咱们也不能走回头了 是不是 你得想一想 你想想那小孙姑娘啊 大姐再给你找个好工作啊 我这不是有工作吗 什么工作啊 这就是我的工作 哎呦 你要剃死我呀你啊 万哥 快 你个作案公计放下 你别 跟我上派出所自首去 快去 你别影响我业务啊 我这还没完 没开开 你快 你干嘛呢 死不该毁是吧 执迷不悟是吧 得 今天我把你弄进去 我不姓马 来人哪 抓小偷了 有谁呀 小偷哪儿呢 小偷 小偷 哎呦 哎呦 马那人 这是我请来开锁的王师傅啊 是王 物业公司 专人负责给丢钥匙的用户啊 提供开锁服务的 你还当我想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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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你的新工作呀 那 对 翘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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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这 又喝的动作多利索呀 巧儿就想专业的 嗯 那王刚啊 又有了工作了 跟小孙姑娘也快接呼了 我总算是功德圆满咯 那还不是 靠我用小杜阿姨和刘奶奶的名字 写的情书 对对对对 有你一份功劳 这情书啊 写的真不错 三封 没一封重样的 哪超的 超 我写情书还用超啊 都是从实践中断理出来 什么什么 实践 你有什么实践 哎 我是正好嘞 还有你封信 那给我 我先检查一遍 妈 你要是敢拆我的信 我就告你欺负 我给你自权 嗯 谁说人活着就为了钱 不该管的闲事还是得管 虽说昨天像一阵不过眼云烟 从现在开始也不算完 你拍一 你拍一 我拍一 赖汉也能取好戏 你拍二 我拍二 人老还得有个伴儿 你拍三 我拍三 五一神功要揭穿 你拍四 我拍四 出事不能自顾自乐 你拍五 我拍五 虚假广告太离谱 太离谱了 你拍六 我拍六 装修还得自己弄 你拍七 我拍七 偶尔咱也打回地 你拍八 我拍八 小孩早恋必须抓 你拍九 我拍九 两口子吵架别动手 你拍十 我拍十 发挥余热还不吃 谁说是金人家 他太平凡 没有老百姓 社会不能发展 灾难的日子 只要你有个信念 别说你忙 你没时间